欢迎回到 今天我们要读牌的主题是 你适合什么样的职业 事业 所以今天的主题适合 比如说还是学生的你 准备要毕业的你 或者是某些已经在就职的朋友 你们正在思考是否需要转职 因为你现在不满意 目前的工作 或者是你满意 但是却还是有一些愿景 那今天的主题都很适合大家 那我们会先从 两张神语卡来 看一下你们大概的个性状态如何 那这个环节是有 是帮各位去判断说 这个讯息是不是属于你的哟 好 那一样 你们前面有三副牌 你们可以从牌卡里面的水晶 或者是它下方的水晶 来选择最吸引你的牌组 那我们这边下方的水晶 不是完全跟牌卡里的水晶一样 所以 大家记得 我们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暂停影片进行 想着这个问题 睁开眼睛之后 看哪一个牌组最吸引你 或哪一个水晶最吸引你 那就是要给你的讯息哦 选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解牌咯 选择一号牌组的朋友 你们选的是这一颗 天青石 很奇妙的是 天青石 跟你们选的这一张水晶卡 它叫做水晰 繁盖石 它也是蓝色 所以它也是对应到喉轮 它对应到喉轮跟第三眼 那这一颗是对应喉轮 所以我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很会狗狗 我们带来看 好 你选的水晶卡是这一张 Kevinsight 水晰繁矿石 然后动物卡是这一张 狼狼狮子 非常火象 很霸气 很帅 有种傲气 首先我来先讲这一张 Kevinsight 这张的那个石头 大家可以去Google Kevinsight 水晰繁矿石 它有好多 石头是只有蓝色的 这个水晶醋的部分 很超美 然后它的这么这么这么蓝 真的很神奇的就是说 我刚刚有说对应到喉轮跟第三眼 然后 这一颗石头是帮助那些 有psychic ability and channeler 也就是说 去帮助所有的healer 疗愈者 疗愈师 所有的 psychic 就是通灵者 通灵者 channeler 下载讯息的人 有这些 the ability 这些能力的人 当你们要把你下载的讯息 听到的讯息 转化成人类的语言文字 表达出来的时候 这颗石头可以帮助你 非常顺畅的 去翻译 你接到的讯息 然后让人 听的人类可以很 很容易的就懂 那我们lion 狮子是一个master的能量场 是一个 已经很 怎么说 一个王者 你的领域的王者 已经非常 对你做的这件事情 对你正在做的事情 已经非常专才 的一个角色 所以 一号牌子的朋友 你们应该是 真的是属于 沟通的专才 属于会 你们是 你们目前 人生领域 职场上 不管你们是学生 还是已经就职 你们是你们的人生领域 你们的环境里面的 一个领导者 是一个大家会 尊敬 甚至崇拜的一个对象 会follow的一个对象 因为你讲出来的话 没有道理 很能帮助别人 我现在是 in general 大致上来说 不见得你一定要是 healer 或者是psychic 不一定要是 通灵者 或疗愈师 不管你做的是什么事业 或者是你在学校 你都是那个 很容易让大家 幸福于你 追随你的那个人 你有一种霸气 你有一种领导才能 天生的 你的领导才能 是在于你 你传达出来的 这些智慧 跟 带领大家解决问题的 一些很有用的方案 为什么你说出来的东西 对大家都这么有帮助 因为其实你们有 channel的能力 你们其实第三年 你们的顶轮 很发达 所以其实当你在 帮助别人或 甚至是只是对自己 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你讲出来的话 想出来的方法 其实是宇宙 或者是你的指导 能给你的讯息 所以从这个水晶卡 跟这个狮子卡来看 就像我刚刚讲了 你们非常会表达 你们非常会沟通 你们的喉咙可能也非常的发达 你们非常的会去解释 你们甚至可以当老师 因为好的老师就是 如何把一些很难懂的知识 说出来翻译成别人 一听就懂了 的讯息跟语言 那当然部分牌主义的朋友 你们可能有狮子座 在你的心牌 没有狮子座也没有关系 但是主要你现在 你现在的气场就有这种 或者是你正成长成 看你的年纪 你们可能正在成长成这个狮子 那有的比较年龄比较成熟的朋友 你们是已经是这个 很稳重很霸气的能量状态 你看这个狮子它 就狮子王嘛 而且它比狮子王还帅 我觉得这张这只狮子真的很帅 而且它是有一种 我觉得它的阴性特质比较重 然后它是有一种 阴性比较重 但是几乎是中性的一种 王者的特质 一种你们可能 你们可能可甜可咸 或者是说你们的外形造型 你们可以扮得很女性 也可以扮得很男性 或者是你们整体在出去的时候 部分一号牌子的朋友 有的人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分辨出来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因为你的穿着比较中心 这是部分的朋友 那另外一部分的朋友是说 你是有的时候会扮得比较女生一点 有的时候扮得比较男生一点 你两者皆可 都很有你的味道的意思 还有你们是一种很冷静 很稳重 不随便 有状况不随便反应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那种 那种能量场 因为你可能已经有的人 是因为人生经验很丰富 现在要你色改也蛮难的 那有一些是 如果你还年轻 那就是你天生有这种王者的气质 你不太容易去被影响 所以别人才会愿意跟随你 因为发现你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都面不改色 都不会慌乱 你们就是有种不会慌乱的特质 但是当你们能量场不好的时候 你会容易 河东湿吼嘛 所以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会很可怕 可能是那个脾气暴躁很可怕 但是一瞬间的 因为你们是这种火象的能量 这种爆破的能量 从太阳神经从底轮发出来的 那种愤怒的能量 你们不是那种 暗地里面慢慢的等待 然后慢慢的计划 然后去修理别人的 你们不是这种 你们是 你们发脾气是比较外显 比较一瞬间就消失的那种 还有你们如果生气说出来的话 因为你们的喉嚨很开嘛 很会沟通 你也可以 你的话也可以像 刀剑 就是像武器去攻击别人 真的很帅 我看到这种事就被他吸引 所以我相信跟你们接触的人都会被你这种气质气场跟吸引 你进入一个办公室啊一个场合啊 你只要一走进去你不用说话 大家就会激进下来的那种感觉 然后大家就会想要等待 等待你开口 还有你不开口就会给人家那种一点 人家会怕你 你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你也很懂这个技巧 就是你不随便开口 或者是你慢慢开口 当你这种在谈话之间的留白的桥段 会让人家更敬重你的意思 所以当你们能量场不好的时候 除了我刚刚说的你们可能会发脾气之外 比较火爆之外 你们也会变得比较严肃 太过的严肃 太过的 别人一定要听你的意思 然后有点 有点专断 可能就是能量场不好的时候会比较专断一点 但是你们也是那种 如果有你们有旁人朋友或者是下属 懂得跟你沟通 沟通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他懂得跟你沟通 他能讲到你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你们不是笨 你们觉得是很聪明的吗 因为你们顶轮很发达 所谓的聪明人除了是我们的脑袋 脑细胞活动活跃程度之外 其实所谓的聪明是因为 我们顶轮开发多少 每个人顶轮越开发的人 他接收到的讯息越多 一般外人看起来就以为他很聪明 但是那主要是因为他的很多所有的点子是 是宇宙传给他的 他是每天都在下载宇宙download 他每天都在download宇宙给他的讯息 所以外面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们就说他好聪明 所以呢如果有人可以说服你 你觉得他的讲的东西很有道理很聪明 你们也很容易就会软下来 就是说你们不会是那种固执到 敲都敲不动的 你们不是这种 你们还是可以讲理的那种 讲到这边如果有对应到的话 就欢迎你继续听下去 我刚刚突然听到这讯息 Side note不重要啦 不分一号排组的朋友 你们可能天生毛发很浓厚 你们不一定是长发 但是如果你们是长发 你们是属于一种比较硬一点的发质 就是看起来会很蓬松 然后去去Hairsalon去 发型师那边他们可能会 有点小抱怨说怎么 发量那么多 染发染起来手很累很酸 洗头发洗下很酸之类的 就是不是不一定是细软 但是是比较比较粗一点的发质 法量就是看起来很多的意思 还有你的身体上毛发 跟别人比起来比较多 就是可能男性荷尔蒙比较强 所以不管你是女生还是男生 你们可能就是嘴巴上会有一些 女生可能就是有一些 像胡子的那种含毛 比较明显 然后手毛啊跟腿上的 就是身上的毛发也会比较蛮厚 所以就比较需要发型去处理这样 但是你们基本上是很诱人 就是通常毛发浓厚的那个 那个费洛蒙也像这样 就是说你们也会很容易 吸引到别人来爱慕你的意思 好吗 好性感 那听到这边如果有对应 就可以继续听下去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是可以跳出去重新选一副牌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适合你的是什么样的职业 一号牌子的朋友 我刚刚一开头忘了讲 今天有延伸阅读单元 那我们延伸阅读单元会来看一下说 你们目前在从事的工作 或者是你目前的学科 是不是适合你的 是否在正确的道路上 那这个我会在写在描述里 那这边这些牌卡是代表说 你适合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你们非常的powerful 你们又抽到 我看到你们说你们的个性牌卡是狮子 你们还抽到老虎 然后这一张 全帐国王 他身上带了一个老虎的金项链 看一下 你看又是老虎 金项链有没有 金含金量很高 所以呢 你们抽到很多的猫科动物 所以你们内在 你们可能 灵性动物是猫科哦 是猫 狮子跟老虎 你们可能谈恋爱的时候是猫 但是你们在事业上 绝对是拿出老虎跟狮子的那种气魄 所以你们也不好惹 但是你们 可能就是需要比较小心 因为你们是指来指往的人 大家比较看得清楚 你现在在 就是你不是从背后来的那种 所以你们可能要小心用 比较从背后来的 属于小人的那些人物 整体能量我来看 觉得是 你们一定要当领导职 但是我说你们一定要当领导职 当然大家都很想当领导职 但是你们绝对是那个领导 有些人想当不一定有那个能耐嘛 那你们绝对有这个能耐 还有 Claim your power这张卡 拿回你的力量 我觉得部分一号牌子的朋友 你们可能之前是属于 你们有经历过一个时期是 你不知道自己是领导者 你没有发现你有这个 领导才能 或者是你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 所以你们要 从事某一个职业 是让你可以自然而然的 觉得非常有自信跟信心 把这个做得很好 而且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神奇的 大家都会跟着你 都会变得更敬重你 更尊重你 你如果做某一些行业 是那种大家不尊重你 让你觉得不是很爽的 那其实就不是适合你的行业 你的行业绝对是领导 只是有一点点高高在上 但是记得大家不要骄傲 你们高高在上是因为 你们有料 你们有知识 你们有 那个气场 去领导大家 我们都是需要某一些有这种气场 跟知识的人来领导我们 所以正而然我们会跟随这样的人 所以当你从事某一个 觉得很气馁 觉得被压制 大家不是很重视你的话 那个就不是你的行业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年轻人 你现在从事的事就是被压制的 你刚刚的话就要自己斟酌去听 因为我们所有的行业都是要先从基层做起 如果你现在是基层被压制是很正常的 那你要去判断说 你如果被压制的几年之后 你可以做到这个领导职的话 你就可以 等下我们延伸阅读会看你现在是不是适合你的行业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加入会议专举 去看今年的延伸阅读 那我是希望一号牌的朋友可以知道 你们有这个智慧去斟酌 你们是真的被压制 所以选错行呢 还是说现在被压制只是其中一个阶段而已 好吗 好你们第一张是钱币一 第二张是圣美八 最后一张就是权杖国王 权杖国王就是一个领导者 一个拥有自己事业的一个人 大老板的人物 你看他是大老板 所以他常常 他还有闲 他有钱有闲去打高尔夫 那这打高尔夫也是因为他是大老板 所以他跟很多人社交 跟厂商跟客户跟政商 所以要常常去打高尔夫 然后含金量很高 就是有钱的权杖国王 所以呢 你们最后最后最终的一个目标 其实你们要自己当大老板 你们绝对是有自己公司的人 你们如果现在是自由业者一个人的话 你们之后会一定会晋升到成为可能有公司有员工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你们绝对是提供服务的 Ace of Pentacles 一个实质的服务 一个 你一提供拿出来 大家就会很想要 因为他这是一个巧克力 一个金币巧克力 一个很简单 浅显易懂 不会很复杂 大家一看到你拿出来的这个服务 就是我要他 然后也不需要也不会很难懂 所以你这个服务可以是一个知识 可以是一个consultant 可以是我这边就看到好几个 你可以是投资 那叫什么 finance consultant 就是去 建议有钱人怎么处理他的财务状况 或者是那种 broker 我不太懂财经的东西 反正就是去 建议别人怎么投资 现在要 投哪个股票或哪个基金之类的 我只是举例其中一个服务 因为你的解释牌是game 是你提供的服务是会让人家有所收获 而且是 确定有所收获 帮大家帮助这个农夫 可以收成 而且是收成很美很甜美的果实的 你的这个服务 我们第二张是 圣杯八 他这张卡上面是讲说因为这个人 吃一下子吃太多 方便面 吃太多泡面 所以导致消化不良他就 以后再也不吃 泡面 泡面是即时性的 他不是很健康的东西 所以你要提供的东西绝对是一个 很有quality 不是重quantity 但是是quality 你看你提供的是一个 单一的 金币 金子做的 巧克力 你离开的是 8个 很便宜的 食材做成的 泡面 所以你绝对要 远离那些 Instant gratification 你要远离那些 快速的投资 你要远离那些 即时你以为会马上赚钱的东西 你要提供的服务也是那种 长期性才能看到结果的 我们 种子种下去等到涨数出来 很大的收获这是要时间 所以你们要提供的服务绝对是帮助你的客户 需要长时间的去投资 付诸经历之后 而看到收获的东西 不是那种 我告诉你来赚这个快钱你 投资这个 股票你马上下个礼拜就可以赚 不是 不是那种快进快出的 不是那种投机性的 这边解释牌是 Sneak Peek Curiosity, Glance and Stalking 这个Sneak Peek 就是一种观察的能量场 一种不停的 在背后 默默观察 然后在行动的能量场 所以这边就是 对应到我刚讲的 你们做的这个服务 提供的这个服务跟 项目 绝对是要长期的观察 不是 千万不要走 那个叫什么 不要在暗中 什么操盘 不要不要不要 那对你非常不好 你们一定是要走健康的 有质感的 可以长久的 服务项目 你们如果走这样的服务项目 你们最后就会变成这个大老板 Justice Equality Neutrality and Logic 所以你们是很有逻辑性的人 你们看这个蓝色跟这个蓝色 是不是有对应 所以你们是很有逻辑性 很有沟通 你们要透过你的沟通 跟你的逻辑 去帮你的客人 提供给他们 最 优质的 最可以看到收获的这个 项目 然后你们就会变成这个大老板 你的客户就越来越多 来 我真的觉得是蛮像consultant 我刚刚讲嘛consultant 叫 consultant中文 就是建议别人 咨询 咨询 Sorry我突然不记得 唐烧腾的中文 这是什么投资专员啊 就别人来问你要怎么做 那种 第2个就是 律师 律师法官 跟沟通有关 跟power 跟权力有关 帮助大家成长 这个8 of cups 圣杯8 就是代表会帮助大家成长 的一个能量场 你们提供服务是绝对帮大家成长 远离 快速的不好的品质的东西 然后你们这边有张death 死生 你们会 你们的服务会 你们的职业是会有一种帮助 大家转化 死而重生的感觉所以 法律 也算是让大家死而重生嘛 对不对 投资也是啊可能一般一开始 那些不懂的人 投资一直失败然后 等到他们碰到你的时候 你就让他们死而重生 让他们重新学习到 投资的新知然后他们 就因为你的教导 投资成功 收获很多 死而重生 第3个 部分1号牌组 你的consultant是比较像是teaching 比较像是 spiritual上面的 的投资 你提供的这个服务是某一项知识 你提供给 大众之后 他们长时间的去休息 吸收你的这个知识 然后变成 然后远离那些以前不好的东西 就是灵性成长 他们偷偷的观察 观察跟学习这个灵性 深性灵的知识之后 然后慢慢懂得 懂得去离开那些 不适用于自己的人事物 然后会成长成 成长成一个 自己生命里的王者 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很公平 你们的事业绝对是要公平 你们绝对不是那种可以走 暗向的 你们是公平公开公正的那种 职业 所以呢我刚刚有讲第3个就是 可能是跟身心灵成长有关 然后这个死神就是更明显 就是你帮助你的客户 终于摆脱过去的自己 然后呢 Spiritual Awakening 灵性觉醒 重生成为新的自己 提升了频率的自己的意思 你教导你的客户 去重新 获取他们的力量 拿回他们的力量的意思 你的事业是帮助别人 也变成自己生命的 领导者跟 跟掌控者 生命灵数我这边看到 12 12578 125789生命灵数125789 有人可能会选择到这副牌 那 火象 土象 水象都有 风象也有 就是 其实什么星座都有 那我这边就 不特别讲 好你们T-Leaf上 这个很有趣 older woman 这个 比较年纪大的 阴性能量的人 或者是 生理女 的人 可能事业是会跟 跟这种年纪比较大的 阴性能量的人 有所接触 我觉得 可能不一定是阴性能量 但是就是说 你们的行业 可能会跟老者 比较有所接触 跟年纪比较大的人 会有所接触 或者是你这个行业是需要 常常跟 比较有经验的人 去攀谈 你的客户可能就是 如果你的客户都是大老板 那他们可能年纪比你大 那或者说你的 事业为了要精进 你可能需要跟很多 年纪比你大 或经验比你丰富的人交流 可以让你有所 进步的意思 那部分的 部分另外的讯息是有的人 你可能真的要等到你的 某一个年龄层 才能开始做到你这个事业 真正适合你的事业 当你变成这个 不用这么老啦 但是就是你成熟了 情商 IQ跟EQ都很成熟的时候 Gong Raw An Exciting Event 令人兴奋的事件 那对啊就是你的事业就是那种常常会让人 听到兴奋的消息 就是有一种 宣告 棒 恭喜你 获得了什么什么 或者是恭喜你成长了 恭喜你 投资成功了 恭喜你 恭喜你 退变成另外一个 新的版本的自己了 之类的 恭喜你 赢了这场官司了 的意思 我欢迎大家听到这边就是如果你有 对应到你现在做的职业的话 或者是你有什么点子想到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 我一个人小脑袋 可能可以想的 职业的例子只有这么多 那欢迎大家在留言处 也提供还有什么样其他职业是我讲的这个能量场 然后帮助其他 也来看牌的朋友让他们 可以看一下喔还有什么其他职业他可以选择 这样 谢谢 Frying Pan 这个煎锅 Frying Pan 是 我们那叫什么炒 炒菜锅 Yup Trouble and Accusation 你看律师 麻烦跟 指控 所以对啊 真的很多人 你们可能适合的行业是 律师 法官 帮人家获得正义的 帮人家解决麻烦的 你们的行业是帮人家解决麻烦 那或者说 身心灵其实也可以对应嘛 因为我们通常来说身心灵都是因为人生遇到某些麻烦 那投资也是啊 就是可能有些人的投资有状况 那你的 服务可能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那些状况 那些烦人的状况 那个火烧蚂蚁的状况 ERROR 劍 弓箭 You are on the right path Regarding some aspect of your life 好我这边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部分选择一号牌群行 已经 在做这个行业 有可能喔 那你们就不用听 就不用听延伸 但是如果有所怀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是在做这个行业的话可以去听延伸乐队 那另外一个讯息是说你们的这个行业绝对是快很准 不是不是快速达到目标是 你看准了你比如说你有个客户来找你 你马上可以看到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你马上可以提出解决方案你马上可以提出一个 很好很适合他们的投资方案 那叫什么 投资方案吗 投资配套 或者是法律 程序要准备什么文件 就是 你的你的 职业是帮大家看准了目标然后去达成 的意思然后很容易的就帮助你的客户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而到达 他们想要的收获 的意思 嗯 好 啊 Cond of exciting 对啊真的很exciting 没有这个令人兴奋的event 我觉得你们能量场是真的蛮exciting 好 我们 适合什么样职业需要建议吗 应该 我的建议会留在延伸阅读因为我觉得建议通常是 对目前的 状态有迷惘的人 会比较需要建议吗 好那今天我们这个部分就属于比较 比较简短的骨牌 那如果真的很好奇想要知道目前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话 欢迎加入会员专区去听延伸阅读 在那边我会给 就是亲民的指导人跟天使给你们建议 好那希望今天的阅读 有帮助到大家 然后呢 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 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然后也欢迎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其他的同学呀亲朋好友啊 给大家有疑惑的人都一起来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惑 然后也欢迎在留言处 跟大家分享你的经验或者是某一些 行业的一些建议 好吗 非常谢谢你们 那我们 如果想要支持这个频道的朋友 我的描述栏里 下面有有很多不同的支持方法 当然 你们来到这边就是 我最大的荣幸 能够帮你们读牌 另外也欢迎追踪我的Instagram 在上面有会封每周塔罗运势 以及不定期不同主题的塔罗运势 好那 欢迎大家追踪我的Instagram 我也希望在上面看到跟大家互动 如果有个别占谱需求的朋友 可以Email给我 在描述栏里我的Email 或者是我的Instagram上 直接有一个按钮 一按就可以 Email给我了哟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Bye 好选择二号牌子的朋友 你们选的是这一颗 透明的水晶柱 但是你的水晶卡 这张其实它是 黄色的水晶 叫做 赛黄 请 Demburite 好我把它放这边 第二张神谕卡 是Elephant 大象 这两张神谕卡是代表 选择二号牌子的 个性 能量 那这个环节就是可以让你们去 参考 看看这个 讯息是不是对应给你们的哟 从这两张牌看起来 选择二号牌子的朋友 你们绝对是 一群 很有智慧 非常值得信任 你一定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都非常的仰赖你 因为你非常 值得信任 而且reliable 值得 应该怎么说 你不会让大家 失望 这个你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意思 就是说 不是那种把责任扛在自己肩上 但是就是 你不会让 别人有一种 不知道你 你这一次 会不会说到做到 你是绝对说到做到的那种 那当然可能某一种程度上 你们也是那种可能会把责任 揽在身上的人 但是我觉得你们不是 你们会选择性的揽责任 因为你们非常有智慧 并且 二号牌族的人 你们可能是 走路比较缓慢的 因为 有一种 稳健的气质 甚至可以说是 某一种皇室的气质 因为我们大象其实在某一些文化里面 是被皇族所仰赖的 而且他们是有一种 象征好运的 一个动物 所以 二号牌族的朋友 你们基本上 整体来说的运气 应该都是不错的 而就算你们碰到某一些挫折 或者是不顺畅的时候 你们也有这个 智慧去把它解决 而且你们不会急 你们会慢慢的把它解决 为什么你们会有智慧呢 因为你看这个大象 它中间 有一颗 有一颗红色的宝石 在他的 第三眼轮 的位置上 我注意到一件事情 OK 所以这边 有两个讯息 你们这颗红宝石 是红色的代表 第一个是你们的顶轮打得很开 第三眼轮打得很开 那通常第三眼轮应该是 紫色的 但是你们同时 因为抽到了这张 赛黄 这张牌卡 他这张牌卡 这个水晶是 给那些 思虑比较沉重 比较 情绪比较多 然后 太过 知识思考的人 帮助这些人 可以放轻松 然后 做一些比较 跳跃式的思考 比较 Daydreaming的思考 跳脱框架的思考 所以你们 可能一般来说是 脑袋会一直转一直转 然后呢 可能第三眼打得太开 你们会接收到 不同的讯息 除了接收到宇宙给你的讯息 知道你给你的讯息之外 你们可能还 还会有一个 倾向是 接收过多媒体 我们三地世界媒体的讯息 网络上的讯息 而导致你思虑过多 甚至有一种 有的时候会被影响 你的情绪会被影响 可能世界上发生了哪些大事 他其实离你蛮遥远的 但是你都会把他 纳入你的资料库里面 然后做思考 你会有一些可能 不必要的思考 可能会 会为了社会大众 全世界去 有忧患意识的人 Yes OK 因为 你们会 关心 你们会在乎 你们不会因为自己活在 某一个国家 或某一个城市里 其他的地方 就不管你的事 不会 但同时 负面的 想就是你会 太累 你的脑 运作过度 所以他现在变红色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通常红色 应该是底轮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前进的这个动力 有些人他是用底轮跟太阳神经 从在驱动他们 做出行动 你们是脑袋在驱动 做出行动 你们现在接受到什么讯息 你就往前行 所以你是思考式的 然后很妙的是我刚以为 大象这张卡是火 是土的能量 结果不是 他在这个牌卡里 他是属于火的能量 你这边有看到他的 在橡皮这边有一团火 而且我刚喉了一声 是因为我注意到这个大象 他其实是 受伤的战士 他以某一边的象牙是断裂的 所以你们二号牌族这种人 绝对是受过一些人生的 历练 而 才会有这么有智慧 而且这些人生的历练 并没有把你们打垮 因为我们大象是 所谓的 obstacle destroyer 因为你们有很有分量 然后 很多很小的一些困难 对你来说不是问题 其实你就直直的走过去 这些 这些路上的这些 障碍 其实很容易就被你 踏碎 踩平 然后被你开通了一条道路 所以你们是很会 帮自己开路的人 困难对你来说 你 不会把他们看得太重要 那我不知道有些人是不是很怕老鼠 这是 side note 那这个象牙的这一团火焰 也就是你的智慧 你的 深深不息的永恒之火 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 学习到的所有的知识 都在这团火里面 并且你这团火 是照亮你前方道路的一个 重点的 照明 你照亮自己的道路 你这团智慧的火 照亮自己的道路 同时也帮别人照亮道路 所以会有很多人会追随你 再来 这张 你们超到这张赛黄金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 你们会思考过多 所以 偶尔你们可能真的是需要 让脑袋休息一下 你们需要 跳脱框架思考 不要再用责任 因为责任而思考 偶尔做个白日梦 偶尔 不要再想一下 不要再想公司的事 或不要再想家里的事 或不要再想世界上 发生的事 让自己脱离这些 3D世界的世俗 而给你的这些 情绪跟 复杂的能量场 然后Demburite 因为 好我这边有听到就讲 就是 小部分二号牌子的朋友 可能 跟 小飞向 很有连结 可能小时候很喜欢看 小飞向 这个电影 或者是说 大家可以在留言处 跟我们分享 小飞向对你来说 有什么样的意义 有什么样的关键的意义 因为 Dumbo 小飞向里面 他的名字叫Dumbo 你们抽到的 赛黄金的 牌咖 虽然是不一样的拼音 但是听起来很像 叫Demburite 所以我才会讲这个讯息 这张牌咖写 Turn on your electric light 然后这张大象里面是 他不是 电 不是电 用电发的光 而是火的光 所以 这边有听到另外一个讯息 就是说 你们是大家指引的明灯 你也是你自己指引的明灯 但偶尔你可能要 随着时代的进步 自己的这个智慧 使用的工具跟方法也要进步 你们虽然是很 很有知识 很多的历练 但是你可能要 是时候 把你的这个 用你的 不管是瓦斯 还是木头 让他蓄燃的火焰 改成 电力 发光 改成LED的这个意思 所以偶尔可能部分 二号牌子的朋友有 一点点 过时的思考 每一个人过时思考的方向不一样 大家在自行对应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AI的时代 那可能有一些 二号牌子的朋友会觉得 AI很可怕 或者是会 夺掉很多人类的工作 之类会有一些 很负面的 一些想法的话 也许可以去 放宽心 然后 多给一点时间 去观察AI的发展 再去评断 AI是好还是坏 的这个意思 那偶尔我们 也可以在 在生活里面 融进 AI AI还是算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帮助 我这边只是举个例子 那讲到这边如果有对应到的话就欢迎继续听下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跳出去重新选一副牌 接下来我们要用其他的神异法跟塔罗牌看一下适合你的职业是什么样的职业 拍座人朋友非常有趣 你们的牌卡 我会解释能量场然后我会 大概 举一些例子 就是某一些职业的例子 你们很妙的是第1张跟 1号牌组一样都抽到 钱币1 第1张钱币1第2张是 宝剑2第3张是圣杯3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很强烈的讯息第1 123 好我先讲一下圣灵灵数 圣灵灵数123 4因为你这边是22号 4 所以1234 1234 圣灵灵数 的人 可能会抽到 2号牌 然后 你们 有 第2张是 宝剑2 是选择 难以抉择 很害怕抉择的能量场 你们这个神异卡又抽到 Lovers 是恋人牌 为他是3号 这恋人牌也是一个选择的能量场 但是是一个充满幸福跟爱的选择 因为3号给我皇后牌的讯息 皇后牌的能量场 以及 Expansion 向外扩张的一个能量场 你们有很多的2跟3 也就是合伙 以及 相聚 3号牌 圣杯3 然后恋人 这个是3 很多的3 如果你们在选择行业的时候 刚好 比如说你们去面试 或者是你们正在看 104之类的 然后看到222或333的话 也许那是一个 宇宙给你的讯息 一个天使 天使 数字告诉你说 也许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这个植物 植位 之类的 好 我们这个手拿出这个 很美味的 金币巧克力 一颗 很大的一个offer 你要offer什么 offer一个服务 所以这个这个讯息跟第1号牌子一样 offer一个服务 提供某一个服务 什么样的服务 解释牌是indulgence 这个很妙就是又对应到圣杯3 我直接讲整体讯息然后等下再细讲 你们的整体讯息一个很强的能量场就是你们适合做娱乐业 第一个讯息是娱乐业 让大家参与团体活动不管是实体上或者是线上网络上 比如说网络就是可能是线上游戏 大家会在自己家玩游戏但是呢要去线上跟大家 同乐 或者是你们 实体上的娱乐活动 比如说 办 伍会 随伴 开 Pub 任何让大家可以去相聚 喝酒 罚酒言欢的地方 或者是什么 逃脱游戏 逃脱密室 这种 或者是游乐场 这种地方你提供的服务是可以让大家 聚在一起 消除一些忧愁跟紧张或恐惧的地方 是去让别人放松 have fun 并且 你们有两张卡 一张是gives 礼物 一张是luck 幸运 这个东西有一种竞争性 你提供的这个娱乐式的服务 会需要有竞争性 好我刚刚说 除了这种 团体式活动的 服务之外 第2个就是marketing 你们可以从事marketing 市场行销的工作 因为市场行销会有很多 把人 不管是在网络上聚集在一起 或者是实体店面聚集在一起 然后去做抽奖 做折扣 或者是什么开幕酒会 这种 这是我现在可以想到 我 我感受到了这个能量场 那为什么要选择 因为呢在 比如说密室逃脱啊这些游戏里面 参与的人 会需要做 做出选择去 前往下一关 线上游戏也是吗 你要去选择说要跟这个人合伙 或者是说 你现在走到这一关 接下来要怎么走 这都是选择 所以你们提供的服务是要让人 参与 群体参与 有欢乐的气氛 同时 中间还要做选择 可能会有 活动进行之间 会让他们 去抽奖 抽奖也是选择 盲目的选择 有没有 然后 抽奖就是 这个嘛 幸运luck 跟 跟礼物 他们参与了这个团体活动之后 总是会得到 用某一个方式得到某一些东西 纪念品带回家 的意思 所以你们可以是party planner 你们可以是婚礼 就是 我刚说party planner wedding planner 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啦 我就不赘述了 因为这真的是我今天看到的 一个能量场 还有这个金币真的很像是游乐场里面 我给 我们不是有时候会有代币吗 这是有一种 很像代币的感觉 你的客人拿到代币 然后就是进入游戏 他们虽然 实体上是一个人 但是接下来他要去 选官 或是选队伍 然后呢 就会有这个圣杯3 的能量 大家一起 互相当对方的啦啦队 然后团队进行 合作 的一个感觉 团队进行合作一起去抽奖 一起去赢得第1名 第1名就会得到什么什么奖品 之类的 那marketing也是这样的概念 总之就是在 你的客人做出选择之后会得到一种幸福感 一种美好 把一些恐惧都忘掉的感觉 我接下来恐惧这个部分 我们这张 有一个叫 No expectations 是一个钥匙 通往一个门 这个门上有一个 让人有点害怕的黑豹盯着你看 然后呢 数字是22 22这边就有 有觉得 是 一样 对应到团体 合作 比如说我们去鬼屋 我们要选哪一道门 去走 那通常是很早有一个人会去鬼屋嘛 所以通常是会 两个人一起去做这种冒险性 娱乐活动 然后拿着钥匙要去开 然后要去 选择要开哪一道门 虽然每一道门都让他们有点害怕 但是通常又有点兴奋 然后不 不期待任何 任何的东西 开放心胸去打开他们选择的那一道门 是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 去选择 抽象也是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选择 这就是你们从事的职业的 Keyword 然后来讲这个 你们抽到Kite 风筝 Vacation 所以就是 为什么会说你们的服务是要让大家觉得有放松的 可以忘却世俗世界的那些 烦恼压力恐惧 因为你这边有抽到一个Dagger Bear Worries Tense Situation 这边有两个讯息 第一个是 让大家忘却在 世俗生活的一些压力跟恐惧 同时 这也代表的是 当你的客人参与活动的时候 你要制造那种紧张感让他们去竞争 为了要赢得胜利或者是为了要赢得奖品 或者是你是marketing 行销的话 就是要 创造那种 饥饿行销 让大家害怕失去这个机会 要赶快去 买这个东西 然后去 去抽奖 所以会创造这种 很激烈的这种situation 很Tense 的situation 有点紧张 紧迫的这种情况 能量场 好 这一张shield 盾牌 You need to defend yourself 一样 我这边很多讯息都是让我听到 竞争 游戏的竞争 团体活动 抽奖活动的竞争 然后最后一张 bread the period of prosperity and abundance 对啊所以就是在一种 你们创造一个很有趣的活动 让大家一起参与 大家一起协作之外 也一起竞争 然后为了 要保护自己的团队 然后呢 跟别人竞争的时候会有一种紧张感 在选择的时候会有一种紧张感 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欢乐的 都是会有奖品 有吃有拿有喝的 这种感 这就是我看到的 很有趣 娱乐 娱乐产业适合二号牌族的朋友 这样看起来就是 很适合二号牌族因为你们是很有智慧嘛 应该也是很有点子 因为你们很会用你的脑袋去想东西 所以在行销上在娱乐产业里面 一定会想出很多 引人入胜的点子让大家来 参与这些活动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属于比较 简短的读牌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延伸阅读单元 那延伸阅读单元就是来看一下你们目前从事的职业 是不是 你们的 真正适合的行业 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 那如果你觉得你在这边看到你已经是在从事这样的行业的话 你可以选择 不要看延伸阅读 或者是也许你在延伸阅读里面会 看到一些 建议 也许你是在正确行业 可是是 不正确的环境 也有可能 这是我 读完第一组得到的一个经验 所以如果想要看延伸阅读单元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专区 在影片下方有个按钮 直接一按就可以加入 或者是描述栏里有一个连结一按就可以加入咯 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这个 读牌有帮助到你们 那欢迎大家在这个影片 按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其他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 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还有你们所有的互动 都会帮助这支影片传播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哟 那如果呢 有想要支持我们频道的朋友 在描述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支持方法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然后呢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nstagram 在上面我会po每周逃路运势以及不定期不同组织的逃路运势 也欢迎大家在上面跟我互动哦 然后有个别占卜需求的朋友可以Email给我 在描述栏里有我的Email address 或者是Instagram上面有一个按钮一按 直接就可以Email给我了 好祝福大家 非常感谢你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好选择三号牌子的朋友 你选的是这一颗 绿水晶原石 我把它放这边 首先你们选的水晶卡是这个 也是绿色的叫绿玉随 俗称澳洲玉 翻过来 Crystal praise Crystal praise 绿玉随 然后另一张神韵卡是 Elk 鹿 五项的能量 嗯这两张就会代表牌子三个朋友 大致上的个性能量长 所以这个环节你可以 拿来 解释一下 是否有对应 如果有对应到这个牌子就是要给你的讯息哦 然后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忘记提 说今天其实有延伸阅读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环节是来看一下 适合你的职业是什么 然后延伸阅读会来看你目前做的行业 或者是你读的学业是否是适合你的 这绿玉随虽然不是这一颗 但是呢两个都是绿水晶 那通常绿色的水晶 我们连接的是星轮 这张绿玉随也是 它下面写 Grow from your heart out 从你的心出发 从你的心开始 成长 长成 成熟 所以从这边看起来 三号牌子的朋友 因为你们撑到鹿 鹿是这个土象的能量 所以你们可能有土象星座在你的心盘里 处女金牛跟摩羯 从这边就很强的能量场 知道你们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 非常有责任感 而且是会保护家园的人 而且你们不轻言放弃 你们想要做什么事情会一直执行下去 然后呢 如果有遇到挫折 你们也不会随便的就退缩 但是呢 这一方面的 另一面也就是 你们可能会责善固执 比较 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 所以当你们能量场不好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有过度膨胀的ego 过度膨胀的自尊心 而导致会做出一些行为举止或态度 会让别人觉得 你要让大家知道谁是老大 然后你会让别人觉得你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就是你能量场不好的时候 就是你一个 保护自己的机制 但一般的状态下 你们是最好的 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家人 最好的 妻子 最好的 丈夫 以及爱人 因为当你 承诺了以后 当你 确认以及决定你要扛下这个责任 你会 全力以赴 你绝对不会随便跑开 不会随便放弃 所以你们如果进入一段关系 绝对是 稳定长久的关系 还有你们这这只鹿他 他上面有 他望着这个日食 日食是一个 很强烈的能量 同常而且是一个很压抑的能量 因为我们阳光被 月亮的影子遮住 所以没有办法 让地球上的 生物完全 滋养到所有的 光亮 以及阳光的养分 这种压抑的能量场 而且他旁边还有他的鹿角散发着 黄橘色 红色的光代表的是 你们其实 本身充满了 冲劲 你们 看到目标一定会 不管目标再远 你都会 看准 然后呢 努力的一步一脚印的去 实现他 那有的时候这个目标有点过远 甚至你可能会走一辈子 都走不到那边走不到 目的地 但是你还是一直走 很多人劝你 你可能也很难改变 因为你已经看准 再来第2个讯息是 你们这种 太阳神经丛跟底轮的能量场 也被压抑 那三号牌子的朋友 你们被压抑的状况 不一样 每个人可以在自行对你 可能是小时候 生长环境遭遇的 事件 或者是社会规范 会压抑住 你们这种 底轮机 就是升值轮机 太阳神经丛的能量 那这种被压抑住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 与人的关系 情感关系 或者是亲密关系 性关系 可以 这个影响可能是真的生理上 功能上的影响 或者是在表达上 跟人家的亲密感上 会被受到影响 你的表达情感 会被压抑住的意思 你们很想要冲去 跟某人示爱 但是你们会压抑自己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讲到这一张 绿玉髓 你们的心轮是被卡住的 绿玉髓的出现代表的是说 你们的内在小孩被困住了 所以绿玉髓 当你 抓着绿玉髓 在冥想的时候 把它放在你的心口 可以帮助你打开你的心轮 释放你的内在小孩 这就是我刚刚讲到了这个 日食被压抑的能量场 你们可能因为从小 有的人可能是小时候的环境 比较辛苦 把你们训练成一个 很早熟的小孩 很负责任的小孩 而把自己的需求 把这种幼童 可以应该要欢乐的 应该要 享受童年 怎么样表达自己 就怎么表达的这种 随性 轻松的能量场 你们都把它压抑下来 因为你可能要 很快的转大人 然后可能要 支持父母的情绪之类的 而导致你的心轮被锁住 所以就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 亲密关系 等等 还有这张的出现也代表的是说 因为你们的能量场比较重嘛 所以如果有人 有人对不起你 有人对你做一些 让你不舒服的事情 你可能都会记在心里 然后把他们压抑到你的心轮里 锁起来 利欲水也是代表说 你要把这些 不好的回忆 对某些人的怨恨 怨对 全部都释放掉 你把这些东西释放掉 你的内在小孩才有空间 才有路可以出来 你的内在小孩 全部被你的这些 从小到大成长的 这些杂物 这些怨念 给困住了 所以你们需要哭一场 你们需要清理自己的 负面的情绪 长久压抑 长久堆积的负面的情绪 跟过往 跟回忆 原谅那些过去对不住你的人 不管他是父母亲人 还是同事朋友 放掉他们 你的内在小孩出来 你就可以活得自在 活得 活得开心 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开心 然后 真诚的面对任何的 对你重要的人际关系 尤其是亲密关系 好讲到这边如果有对应到的话就欢迎继续听下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跳出去重新选一副牌哟 接下来我们要用其他的 卡路以及生育卡来看一下适合你的实业是什么 牌组上的朋友 很有趣很有趣 每三副 每副牌组 都真的是 不一样的 行业 有类似但不一样 我如果先讲这个你们会不会打我 你们是要做办公室 Either 你们要坐在办公室 你们的行业是需要常常坐在办公室 这个可以是在公司里的办公室 是 或者是你是在外面就是那种 比如WeWork 那种共享办公室 反正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办公室让你可以专心坐在那边 打电脑 打电话之类的 让你有个隐私的空间可以让你专注的 Hard work Ahead 还有听到的是你可以有一个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同时让你可以接收客户 迎接客户 客户可以来到你的办公室来跟你 谈 谈合作 听你 因为我这边听到一个很重的讯息就是 顾问 顾问跟管理师 风险管理师 财务投资管理师 保险 这跟风险管理有关 做保险的 也有可能是 心理资商师 等下我来解释为什么 好我现在来细讲 我刚讲了 这些行业通常不是要做办公室吗 这样子你的 客户才能进来跟你 consult 跟你商讨 你们第1章就抽到了 保健1 这边很有趣 前两副牌都是抽到 那个 钱币1 所以是实质上的服务 而你的服务是 脑袋里的知识 的服务 我才会说consultant 你们是顾问 因为你们 给的服务是知识 是帮助别人 厘 问题 厘 思虑解决问题 这个 是有一个很强烈的讯息是 你是帮人解决问题的 因为你有清晰的头脑 你这种 迷路的个性 稳定 可靠的个性 可以帮助你的客户 找到稳健的解决方式 并且让他们得到对自己最好的结果 并且这个结果有可能是更好 upgrade 之后的结果 因为他的解释牌是 意外 所以你是在帮你的客户遇到任何的危险 所以我说解决问题 这边我听到几个讯息 刚刚我有说吗 风险 分析师 各式各样的风险的分析师 然后 比如说车子 这个 如果我有不知道那些 专有名词 请大家原谅我 比如说车险 保险 去帮你的客户分析 应该要买什么样的保险 或者是说他们在买车的时候 是什么样 帮他们知道 厘清什么样的车 适合他们 比较安全 你给予客户 一个建议 什么样的选择 对他们比较安全 不会出错 或者是帮助他们 当你的客户在遇到 意外 遇到伤害 的时候 怎样帮他们解决 问题 以及处理后续 因为你们中间抽到了这个 权杖骑士 这个权杖骑士有旅行的能量 有交通工具的能量 你们这边就抽到三张牌都有交通工具的形象 这个是脚踏车 这个是马 然后这个是车 所以你们适合的工作跟旅行有关 跟交通工具有关 还有你们除了做办公桌之外 你们可能有的时候需要旅行 你们可能需要旅行去救援 这是我听到的第1个讯息 因为解释牌是gift 一个offer 一个 免费救援 一个售后服务 希望大家理解我意思 客户买了你的服务 或你公司的服务 他们如果东西出状况出问题 你们可以旅行去找你的客户 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及时救援的含义 所以你们可能本身常常会需要有旅行的机会 然后你们本身也喜欢旅行 所以你们这个适合你的职业是因为 你会因为这个行业需要旅行 而会让你感到开心 因为你应该是旅行的时候会释放你们的那个内在小孩 因为他这个 权杖骑士是在骑那个旋转路嘛 是有种很可爱很开心很享受的感觉 所以 而当你旅行去帮助人的时候 帮助客户解决问题也会让你感到开心 因为女人很好忙很可靠 最后一张这个是Temperance 节制牌 节制牌就是有一种它上面是写说 这个Bartender他会 客制他的 客人要 负责任的饮酒 就是不要饮太多 但是他给的这个调酒绝对是最美味 同时会帮助客人不要 过度饮酒 然后下面 的解释牌是reservation 预定 所以啊这边就是我才会想说 你们是做保险的是做风险 分析的 然后 因为你们会帮助你的客人在选择他们所爱的 同时 帮助他们理解 比如说他们买了跑车会告诉他们 时速应该要 客制在哪里 不能超过 多少不然会很危险会容易有车祸之类的 我是举例啊 你们的 工作还会有对 你的客户要 有一个责任感 因为你们是风险处理师 你们要做后续处理 所以你们会 这个 这个 防止客人发生意外 也是你们的 的职责之一 而 你们的这个 节制的能量 平衡 和谐的能量 会帮助你的客户 找到他们的所爱 然后呢 很有负责 用负责任以及 平衡的能量跟态度 去 得到他们这个想要的东西 希望大家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这跟可能跟投资有关 跟保险有关 跟买车有关 好那我现在来讲 你们旁边这两张 第一张是 Metamorphosis 34号 这叫变态 不是那个 会骚扰人的变态 是我们生物里面的所谓的变态 变态的意思就是从 某一个结构 构造 整个 转化成 完全不同的构造 也就是从 永变成 叠 叠 大家可以去Google 永变成叠它的内部构造完全转化 然后内脏会全部 不一样 改变成不一样的位置 然后变成 所以等于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 在生物界里面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 转化的 过程 你要想像我们人从小到大成长 我们的内脏都是同样的位置 只是从小变大 但是他这个是可能 呃呃呃呃 如果他有味道 他应该有味 可能味是从 呃呃呃呃 从喉咙 然后到蝴蝶 才变到肚子的肚子之类 我是举例好 好 然后第2章这个8号的 Perseverance 就是坚持 非常适合 你们最会的就是坚持 Perseverance 就是一种 不屈不挠的态度 8号是力量牌的 能量场 这两章 都有一种 你的 适合的职业 第一个讯息是 让你自己 在不屈不挠的一直 努力的状态下 会让你蜕变 会让你觉得自己成长 会让你觉得自己有转变 就是你们喜欢进步啦 你们不是那种喜欢一层 就是一直都待在同一个 只会用同一个能力 只会 你们希望看到自己进步跟不一样 这是第1个讯息 第2个讯息是你的行业是 帮助别人 蜕变 转变 帮助别人 鼓励 你的客人或客户 用这种 不屈不挠的态度 面对他们所 碰见 遇见的状况 或想要购买的东 东西 比如说投资的话就是从 比如说 一般的收入没什么存款 投资以后转变成一个 还不错的 小康的家庭 甚至是有钱人 我只是举例 但是这个投资的过程需要有一个 毅力不能说 现在这个股票 股票那个叫 跌停板 就赶快卖出 不是就是要 你们会教他们要 去分析要等待啊 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再涨 什么的 这是其中的例子 第2个例子是如果是比如说我刚刚讲 这种保险相关的 他们可能会因为买了你们 公司的车子 然后发生了意外 然后你的这个 保险工作 反而让他们得到更好的车子 或者是 因为这个意外 而发现了某些问题 而upgrade 而让他们更安全的意思 upgrade这个gift 赠你的能量 所以可能有些人也会跟航空有关 比如说座位升级啊 跟飞机delay啊 然后你要给客人 升级到比如说 从经济舱到 什么什么 更棒的经济舱 或者是商务舱之类的 然后让他们开心 reservation 预定的这种感觉 因为你们要平衡 对你们的 我刚听到了 你们的职务也是要平衡你的 客户的 的情绪 因为 Bartender 酒吧的这个酒保 他们其中的工作是听人家诉苦 让他们 在喝酒的同时 觉得自己被聆听到 而不会那么的 憤怒或 过度的忧郁 所以你们的职务之一是要 帮助你的客人 保持情绪上的平衡 比如说他们现在很火大说 这车子怎么会这样 或者是你的飞机怎么会delay 那你就要赶快做处理 给他礼物啊 给他升级啊 然后呢让他觉得 好那这样还不错啊 这航空公司还不错 这个 这个保险公司不错之类的 这是 这是我的 我刚听到了 还有我刚说 心理治疗 心理 资商师 精神科医师 可能也会对应到这个牌组 因为你们也是在帮助别人 解决问题 解决以前过去的伤痛 是属于意外 然后呢 让他们可以重新拥有一种力量 去 生活 去找到自己是谁 面对自己 然后蜕变成蝴蝶 所以部分的朋友 可能是适合 这种 心理 治疗师的 职务 我们来看 第一个是 Cloud 云 Temporary problem 你看暂时性的问题 所以啊就有对应到我刚所所谓的比如说 有人出车祸啊 可能这里 车子要修啊 要有保险啊 或者是有些人 突然很忧郁啊 Temporary problem 近期 碰到一些问题啊 需要 心理治疗师的 开导啊 之类的 Dog far away 远方的 狗狗 A distant friend is thinking of you 一个远方的朋友在想着你 所以这也是 就是有对应到我刚刚讲的 你们可能是常常需要去远距救援 所以要去从 一个城市旅行到另一个城市去帮助你的客户 的意思 Table 桌子我刚刚讲了 你们是需要做办公室 你们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办公室可以去 跟客户 交谈 开会之类的 还有你们的工作会非常辛苦 但是 Hard work ahead 就是有很多的 辛苦的工作在前方等着你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们有 因为我觉得你们 这组人的个性就是 太 太扎实 然后太脚踏实地 反而会觉得有种 有一点点的 自虐觉得要 很多的工作你才有价值 你才对这个社会有帮助或对你自己的家人什么的有帮助 Flowers 花朵 放一些花在你的书桌上会 我觉得会缓和你的这个太过阳性的氛围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你的工作上可能很努力 你可能常常眉头深锁 所以你可以放一些比较软性 布置一下你的办公室 让你的情绪跟你的态度软化下来 下面写 幸福 所以你的 你的职业是绝对要让别人感到幸福 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喜欢 因为我觉得你们就是那种看到别人幸福就会开心的人 你自己 好像有点会容易忽视掉自己的幸福的感觉 所以啊 你们就是在帮人家解决问题 然后当别人被 问题被解决 就会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幸福感 的这个时候 所以这是你们适合的职业 好那今天我们就是比较 短的读牌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延伸阅读单元 那我希望今天现在的这个环节有帮助到大家 那如果你们现在 有点好奇说目前做的这个行业或学的 课业是否是适合你 那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专区 在影片下方有个按 你一按就可以直接加入 或者是描述栏里有个链接 你一按也可以直接加入 那我们延伸阅读就是来看一下 你现在是否在对的道路上 然后呢 那如果没有要加入会员专区 没有要看延伸阅读的朋友 也非常感谢你们听到今天这个环节 我们的频道主旨真的只是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然后呢 给大家一个方向 这样子 那 如果你觉得 今天的影片有用的话呢 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独牌 然后你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以及你们所有的互动都会帮助这支影片 传播给其他需要的朋友 你以往的朋友好吗 那也欢迎大家多多踊跃在 呃 你的留言处留言 分享你的故事 大家一起互相疗愈跟鼓励哦 那如果你想要支持本频道 的话呢 也欢迎欢迎 我们在描述栏里有各式各样的支持方法 请大家自由选择 谢谢你们 非常谢谢 谢谢你们 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Instagram Lassocie Indigo 在上面我会po每周 讨论运势 以及不定期不同 讨论运势 那Instagram上就是比较简短 比较好玩的一些主题 大家 有的时候在上班啊 或是上课 下课 休息的时候有点无聊的话 都可以 到我的Instagram上 做个简短的图牌 如果有个别占卜需求的朋友 可以Email给我 在我们的影片描述栏里 有我的Email address 或者是 追踪我的Instagram上面有一个按钮 一按就直接可以Email给我了 好再度感谢大家 今天来到这边 跟我们分享你的能量场 祝福你们 那我们延伸阅读见会 下次再见咯 bye